小玛丽克是3月初出生的 她的母亲辛德·谢尔金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 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被告知要尽量少去看医生或上医院 这些地方的服务 因为新冠病患的人数而吃紧 最终她病倒了 被远程诊断为肺炎 但在生病之后 她的医生做了一个抗原检查 确诊她罹患新冠病毒病 经过几次扫描之后 谢尔金获得保证 她的婴儿发育正常 但她还是无法不担心 传统地扫描之后 我做了一切 伦敦的圣乔治医院 妇产科医生阿斯玛·哈利勒教授 是研究病毒对妇女 和怀孕影响的一群医生之一 这个在柳叶刀医学杂志上 发表的报告发现 死胎的数量和在怀孕期间 死亡的妇女人数 在大流行期间增加了将近三分之一 2020年需要紧急护理医院认身 也就是子宫外孕的妇女人数 是前一年的六倍 报告还说 受压力和焦虑所苦的妇女人数 也显著增加 哈利勒说 死产和孕妇死亡 并不是新冠病毒感染的直接原因 而是她所描述的 大流行的附带损害 在世界各地 封锁使妇女无法前往医院检查 柳叶刀报告的共同作者 是来自伯明翰大学的 沙基拉·唐加拉蒂纳姆教授 他建议谨慎看待这些数据 他说 大流行对妇女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毋庸置疑 但仍需要做更多的研究 美国之音记者 迪亚洛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报道 中国に說 无粗糕 дело 封锁今天 太阳事务全部 迅速 努力 解的 問題 基本模糊